好,健身王呢,继续读书啊 这段废话,王三峰叫做无人爱听废话 又有几个人笑了,一个笑着提醒他说,有一年 王三峰点点头,笑着说,哦对,有一年 我把哪一年给忘了,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把话扯远了,这次不扯那么远了,讲话 不能离题,一离题,该说的话没有说清 不该说的倒说了半车 那些不该说的,就不应该说,说了没啥意思 对不对,不该说的话,你说来说去,有啥意思 没一点意思,非但没意思,说多了人还讨厌 是不是,谁爱听你说废话,谁都爱听 世界上没有人爱听废话 除了他有毛病,不过有毛病的人就不能算正常人 有毛病还怎么算正常人,不能算 谁要把有毛病的人算正常人,那他自己一定是有毛病 会场上又起了一阵骚动 大家兴奋不起来,似乎这不是严肃的批斗会 而是凑热闹都去的茶馆 好多人兴奋乐祸的,给你穿脸上的看 行了,我看你就有毛病 一边脸都起来了,讲正经的,再不要废话 往他们很听话的点点头,说 对对对对,讲正经的 讲正经的,废话再不能说了 再说废话,人就讨厌了 咱们讲事实,讲事实 说有一年,哪一年我刚才说了,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就不说他 记不清了还要说,那是不负责任 讲事实就得准确 记不清了就不能讲 你明明记不清了还要硬讲 那不是骗人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你骗人,就不是说老实话 你就不是老实人,不是老实人 就不会办老实事 这是个辩证的关系 更多的人咧着嘴大笑 定一转气的拍桌子 行了,辩你娘个脚吧 还辩证的关系 我说了多少遍了 再不要讲废话 再不要讲废话 你到底能不能听明白 你要连这么简单的话都听不明白 趁早回家去卖洋鱼 干什么工作 最后再问你一遍 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王三峰傻乎乎的颠颠头 说,听明白了 哪能听不明白 咋会听不明白 那么明白的话 要再听不明白 那还干什么工作 那就整个没法干工作 干工作的人 最期盼的要求 也要能听明白别人的话 如果连别人的话都听不明白 许多人又小出身 好,拜拜 下回见